台湾真的不缺电吗 连美国主流媒体CNBC都报道 美国智库专家说 台湾不但有电力短缺问题 一旦实施限电 更会冲击全球经济 专家还透露 台湾进口能源就占了97% 近年来搞出了三次大停电 今年4月以来更有多次的用电短缺 结果我们的政府都说 是小动物小松鼠在搞事 那套电停电都是动物惹的货 这个妥善率其实是有一些不足 7年三次大停电 然后电价要上涨 三不五十跳电 这些状况显示 难道没有缺电的问题吗 我是民进党政府 都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 经济部口口声声说不缺电 难道是美国报道乱造谣 外界好奇 政府要不要硬起来抗议到底 那这样子的话 表示美国智库在造谣 那你又不要抗议 我想美国智库 它只是新闻的说明 它指明是台湾电力短缺 它只是假设性的 对它一天到晚讲 台湾没缺电没缺 我觉得经济部要抗议 捍卫国格 美国专家还说 台湾现在工业用电 就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五 以后发展AI用电量更惊人 预估电力消耗 从2021年到2030年间 将增加百分之两百三十六 台湾根本供电不稳定 换句话说 美国学者认为 台湾电力短缺 可能会实施限电冲击全球 而且因为电力不稳定 也搞不出AI产业 如今政府还保证绿电够用 难道连美国都不相信 连美国的主流媒体都说 台湾的电不够 他原来是务实的一个企业家 就晓得说要用核二核三 研溢 后来被打一个巴掌 又丢回去了 令人瞧不起 要有眼睛的人都已经看到 迫切的危机 但是装睡的人叫不醒 装瞎的人看不见 货之辉曾说 如果核二核三厂 可研溢20到30年 核电虽然不是基载电力 但会是备源电力 但现在又改口说 基载或备载都不考虑核电 比尔盖茨即将在美国 新建新型核电厂 反观民进党死报 非核神主牌 跟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记者黄义俊王镇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